晚年上午发生这起地震全台有感 而地震在发生的时候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当时正在开晨会 他也立刻躲到了桌子的下方来避难 民众党发言人李鼎丽 他也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指乎太离谱了 看到了这个头上的吊灯是不断的摇晃 所有人全都压低了身子 而柯文哲他也反应非常的快 躲到了桌子底下 但他的手上还是握着麦克风 事后这个发言人也把影片po上网 还幽默地表示 放心主席很好 还有麦克风可以随时下指令